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安东尼·普拉卡尼斯和埃利奥特·阿伦森合著的宣传力》。 宣传力的作者为美国心理学协会会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心理学教授安东尼·普拉卡尼斯与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 这两位作者均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阐释了宣传在当代社会的普遍性、深入性。 读者通过了解常见的宣传策略与技巧,可以提高自身的传播力以及对信息的鉴别能力。 通过学习本书,你可以知道如何识破宣传骗局并抵制被宣传洗脑,防止被这些宣传牵着鼻子走。 除了独裁者那种将个人每个突发奇想的点子都化为法律强制实行的情况, 对大多数当权者而言,其实他们更多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更隐蔽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就是劝导和宣传。 通过精妙地操纵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身居要职的人努力地让我们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行事。 而作为羊群被圈养的我们,却常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上面提到的是政治,但其实劝导和宣传并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宣传包围,来自各种公司的组织的, 大多数都可能是让我们冲动之下购买某些我们并不需要的产品, 或者让我们陷入某种不知道产品是否可靠的狂热情绪。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将这些诱人的白骨精打回原形, 一眼看穿宣传的本质,也就是夸大其词。 当宣传者们的手段和策略被一一揭底, 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在学习本书之前,让我们先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劝导和宣传有何区别? 为什么拉什林博秀的主持人拉什林博称其支持者为千篇一律脑? 如何让你的孩子免受宣传洗脑? 接下来,带着这三个问题,让我们跟随本书着重性地了解宣传者们的一些手段, 以及我们如何识破宣传的骗局。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劝导。 劝导是一种基于理性思维,以及多角度的比较。 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试图改变他人的决定和想法,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那么正当, 但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出于恶意。 某些人通过各种劝导说服技巧影响他人的决策, 促进他们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明智决定。 劝导者通常会就一提提供足够的信息, 从而利于被劝导者做出理智抉择。 常见的劝导技巧之一就是同时呈现两种对立的观点, 但会立即以事实来驳斥非赞同的观点。 这让劝导者想要传达的观点更为立体,更有说服力。 因此,说服他人通常都是长久讨论后的自然结果。 而在讨论中,一方以事实的力量自然让另一方改变观点。 对被说服的那一方而言,他是清楚知道自己的观点有所改变的, 而且这一过程也是他自己所心而乐见的。 这种论证方式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信息处理。 通过这种详细的论证来传递想要让被劝导者接收的信息是劝导成功的关键。 被劝导者一般都做好了接收大量信息的心理准备, 他们对陈词滥调的旧信息毫无兴致, 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衡量不同立场或不同观点是否能站得住脚。 正因如此,被劝导者会全神贯注于正在讨论的议题, 并会调动一切来理解所获信息, 并思考自己对此的看法。 因此,因为综合了各方面的信息, 人们所做的决定通常也会更明智。 但并非所有论证都如此直接了当。 下面,你就会了解到另一种广为使用, 却有些投机取巧的劝导技巧——宣传。 而且,你会发现宣传几乎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相信宣传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宣传故意混淆信息, 目的就是将其所要宣扬的信息神不知鬼不觉地移植进接受者的头脑。 与劝导不同的是, 宣传的目的并不是帮助接受者衡量自己的观点, 做出更好的选择, 而是让他们放下戒备在当事人并未察觉的状态下影响他们的决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宣传者们极力包装他们的信息, 使其外表花丽胡哨吸引眼球, 防止接受者或顾客将过多注意力放在他们传达的实际信息上, 对此较真。 通过大量使用正面话语或肯定用语, 并以吸引人眼球的方式传达信息, 宣传者会巧妙地引导接受者或顾客忽略其宣传语的真实性。 例如, 同一款牛肉粒产品, 一个写着含75%的瘦肉, 另一个写着含25%的脂肪, 顾客很有可能会选择前者。 同样道理, 加油站可能会宣传说现金加油有折扣, 但其实也就是顾客不用付信用卡支付的手续费。 劝导技巧重点在于正当大方且全面的信息传达, 宣传技巧则重在迂回战术, 极尽所能, 让顾客忽略所接收到的真实信息。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商品广告, 那些强调必买必备的广告词, 仔细看的话没几个真站得住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宣传者用尽可能多的东西充斥顾客的感官, 合适的配乐, 快速变化的场景, 以及绚烂多彩的颜色。 对广告观众来说, 这么多东西一下子扑面而来, 确实很难关注到所接收信息的质量。 不得不承认, 这种策略确实对广告很有效, 即使人们只是在观看喜爱的节目中间休息时, 瓢了几眼广告, 虽然他们自身可能会认为, 没有认真看广告, 就会对广告信息无动于衷。 但仍然很可能, 你记住了广告中某个很特别的叮当声, 下次去商店时, 这个印象中隐约的记忆就会促使你买下那个广告商品。 正因为如此, 我们可能会对某些品牌有种很自然的偏爱, 但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种偏爱来自哪里。 毕竟, 如果没有集中精力倾听, 同时也意味着没有集中精力不去倾听, 所以这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进入我们的潜意识, 当然我们也就不会预料到对这些事情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 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他所传达的信息对成功的宣传都至关重要。 宣传就是误导人们, 尽管宣传形式可能多种多样, 但他总是基于四大影响力策略。 下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前两个策略, 信息源可信度和传达信息。 信息源可信度意味着, 接收信息的人会倾向于信任信息传达者。 宣传者精心挑选代言人来传递他们的信息, 借此来迷惑观众, 迫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信息源的外表上, 从而忽略真正传递的信息。 一个惯用的经典计量就是利用深受爱戴、 尊敬或信任的公众人物来吸引观众。 例如, 受欢迎的知名运动员经常会出现在早餐卖片的广告里, 他们自然会关注正确的饮食来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 邀请他们来拍这样的广告, 就会给观众传达这样的信息, 如果这些运动员吃了某种特定的早餐卖片, 你也应该吃。 通过这种方式, 运动员对此类产品的背书就说服了观众去购买古类食品, 而不去深究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健康。 宣传者使用的第二种策略就是故意误导性的信息, 毕竟宣传人员并不关心他们所推销的产品是否真的最好,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认为它是最好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说的那些话一开始听起来像是强有力的正面声明, 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普通事实的巧妙呈现方式。 例如, 阿斯匹林的广告, 某家销售阿斯匹林的公司可能会宣传, 他们的阿斯匹林见效速度之快, 任何其他品牌都无可比拟, 但其实他们也没有指出其他品牌的见效速度比他们慢。 通过这样的正面肯定, 人们会被误导, 认为这个产品比其他的都好。 反过来, 这也意味着顾客愿意为一个品牌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其实这个品牌与其他品牌并无二致。 第三, 宣传者巧妙地让我们赞同他们, 并用我们的情感来指导我们的决定。 我们刚刚了解了宣传者如何利用信息源可信度和误导性信息进行宣传。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另外两大影响策略, 欲说服和情绪。 欲说服是指在宣传目标人群内心制造一种脆弱的心态, 例如电视中暴力冲突以及犯罪等处处可见, 数目惊人。 但一般现实社会却并非如此, 电视里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性的十倍。 尽管如此, 政客们还是努力将新闻聚焦于犯罪新闻, 以此为禁毒、战争等项目争取公众支持, 并转移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 因为经济问题对工薪阶层的威胁更大。 与此同时, 这一策略使这些政客广受欢迎, 因为他们打击毒品犯罪, 让社会变得更安全。 枪械公司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枪支被宣传为抵御大众媒体描绘的危险世界时, 当然对他们的枪械销售更有利。 预说服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第四种策略, 情绪则更是, 当人们情绪化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做出一些决定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而不考虑这些行为的实际后果。 例如, 梅利尔·卡尔·史密斯和艾伦·格罗斯进行了一项实验, 某些参与者被告知, 如果坐在另一间屋子里的人回答错误时, 他们就可以用电机来惩罚答错的人, 其他参与者则被告知, 当有人答错时, 他们只需要按下风鸣器。 之后, 那些按了风鸣器, 或者说被电机的参与者, 要求按下电机按钮的人打电话, 为拯救红木林项目寻求支持。 按下电机按钮的人, 实际上并不知道, 这些人其实没有被电机。 结果显示, 自认为一直在电机别人的参与者, 挺身而出, 为此项目打电话的概率, 要比仅仅以风鸣器警告答错者的参与者高三倍。 第四, 大众媒体的娱乐特质, 使得我们对宣传更加武力抵抗。 众所周知, 现代社会信息爆炸, 每天我们都接收到无数信息, 但很少有信息带有很多细节或解释。 如此大量的泛化信息, 只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懒惰倾向, 加剧我们对所见所闻的不深入思考。 在这种环境下, 许多人对娱乐上瘾, 而大众媒体正好迎合了这种上瘾。 我们已经习惯了娱乐, 甚至新闻也成了一种娱乐形式, 那些更无聊的新闻故事, 那些涉及政治政策或经济发展的细节, 会被抛到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暴乱、谋杀和公众人物轰外情, 等更吸引公众眼球的报道。 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过量的无意义娱乐, 大多数人在听到和分析详细的论证时, 都力不从心了。 不仅如此, 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严肃的新闻报道时, 宁愿换频道, 也不愿面对那些常令人不安的现实。 由于大多数人不会去看或读那些需要动脑子的东西, 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被大大简化了。 例如, 政治信息被简化为支言片语, 听起来很有力, 但缺乏真正的目的或意义。 公众普遍没有耐心, 倾听解释。 这对政客们而言郑重下怀, 他们几乎不需要解释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意味着什么, 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曾表示, 他将通过越南战争赢得光荣的和平。 但到底什么是光荣的和平? 但到底什么是光荣的和平?光荣的和平可能涵盖着各种各样的理念, 取决于你问谁。 尼克松从来没有详细说明他的愿景, 所以两个有着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尼克松的这个概念解读完全不一样, 但可能都会投他的票, 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位候选人代表了他们各自的利益。 第五, 人们需要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并被社会所接受, 但宣传者却利用了我们的这一需求。 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和理性艰巨的动物, 宣传者对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点了熟于心。 人类自身的这些属性往往会把他们困在一个恶性循环中, 因为我们很可能会坚持错误的决定, 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挽回颜面。 烟民们就是最大的一群理性主义者。 许多试图戒烟的人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他们找了一堆借口, 为自己应该继续抽烟的坏习惯开脱。 这些人告诉自己他们必须洗烟, 因为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洗烟, 或者他们宁愿过短暂而快乐的生活, 也不愿过漫长而痛苦的生活。 烟民们这么努力说服自己继续洗烟, 那烟草公司的工作就变得容易多了。 大烟草公司所要做的就是确保人们上瘾, 而烟民们也乐于配合。 同时, 宣传者也充分利用了人类的社会性, 他们使用了一种无脑群聚技巧, 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同时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让一些人产生一种同志情义, 而另一些人则感到孤立。 美国广播名嘴拉什林博, 则是这种策略运用的典型例子。 这位保守派电台谈话节目的名人, 以其极端的共和党观点而引人注目, 他将无脑聚集技巧利用得淋漓尽致, 他称他的支持者为白痴, 就是说他们赞同他所说的一切, 并将这些支持者与他所侮辱和斥责的其他外部团体完全对立起来。 例如, 他称自由主义者为蠢蛋, 并声称所有的少数族裔本质上都是罪犯, 为了避免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 他的支持者也就是他称作白痴的人, 成为他们群体中的骄傲成员, 恶意地保护他们自身, 不受任何攻击。 这种群体认同与合理化技巧一样, 利用了人们对孤独的恐惧和对犯错的恐惧, 让人们按照林伯的想法去行事。 利用无脑群聚技巧的宣传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首先, 战争充分利用了宣传。 宣传作为工具的一大用途在于战争宣传。 事实上, 宣传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利用误导性信息, 为残酷的军事行动争取公众支持的政客, 他们依靠公众的支持来维持社会稳定并说服士兵上战场。 因此, 战争是宣传、 合理化和恐惧如何协同影响公众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例如, 美国入侵伊拉克被兜售给美国人民的信息, 就是这是一场必要的理性的行动, 意在推翻希特勒式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很自然, 这个信息引起了人们的恐惧, 如果美国不入侵, 侯赛因最终会对这个国家构成直接威胁。 除此之外, 公众被宣传者操纵, 把自己看成是在帮助伊拉克人民摆脱这种威胁。 正是这种战术掩盖了数千名伊拉克平民的伤亡, 并平息了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批评。 美国民众被这种威胁所恐吓, 所以他们为了减轻这种恐惧找借口, 并认为美国是在通过战争来帮助他们。 无脑群聚定义了某个明确的对立者, 并增强了公众与之斗争的决心。 这一技巧运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纳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们用这种方法对付犹太人, 称他们是富有的金钱掠夺者。 通过将亚利安人的金发和蓝眼睛, 与刻板印象中犹太人的黑头发和大鼻子相比较, 纳粹很容易就能挑出他们认为的虐等的社会因素。 越南战争是另一个极端合理化的完美例子, 这场灾难夺去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 主要是因为退出战争就意味着美国军方承认自己错了, 结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采取了完全不理智的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战争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模糊, 以至于最后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 只是为了证明这场战争并非毫无意义。 另外,邪教利用宣传技巧来获得成员。 人们通常认为邪教通过某种巫术对人们进行洗脑, 但事实是邪教使用的技术与其他任何宣传团体完全相同。 只是明目不同而已。 对邪教来说, 这些明目伎俩就是互惠, 转移注意力和自我推销。 第一个是互惠, 可别小看了互惠的作用, 因为人类倾向于回报他们所受到的善举, 即使是像克利虚纳派分发给新信徒的花这样微不足道的礼物, 这些礼物会增加你与这些人交往的可能性, 因为你会觉得你对他们有所亏欠。 然后, 一旦你同意了解一下这个教派, 他们就会使用第二点, 转移注意力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们可能会鼓励你加入一些轻松愉快的歌唱团等来转移注意力, 或者一直待在你身边, 从不给你时间独立思考正在发生些什么。 一旦一个新成员以这种方式被牢牢地吸引住, 他们就会被鼓励去寻找其他潜在的追随者, 并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类似的套路吸引新的加入者。 这就是第三点, 自我推销。 除了吸引新成员, 他的第二个功能是巩固新信徒的邪教心态。 邪教采用的另一个策略, 是将其成员从外部影响中隔离出来, 同时促使他们对邪教领袖产生完全依赖, 追随着被劝阻或禁止见家庭成员和任何可能使他们远离邪教的人。 某个将无脑群聚技巧运用得很好的邪教中, 成员甚至被调教成将所有并非教派人员看作恶人, 并认为自己得到了开化。 为了做到这一点, 邪教领袖往往是非常有魅力的沟通者, 他们可以列出自己的优越性的多个原因, 并给出大量解释, 说明为什么人们应该追随并效力于他们。 最后, 成员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合力化的漩涡, 做出越来越多的极端行为, 来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种套路会导致死亡, 如某些邪教成员会相邀集体自杀。 幸运的是, 通过理解宣传的本质, 我们可以与之斗争。 一想起我们每天从政治家、 广告商和大众媒体所接触到的大量宣传, 我们很容易感到沮丧。 这种氛围催生的幻灭感, 也会滋生某种自满情绪, 因为人们往往认为宣传不会影响到他们, 但其实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积极的改变。 首先, 你可以让自己和孩子了解宣传的作用,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因为儿童经常成为玩具和快餐广告宣传的目标。 这些广告会在周末的动画片和学校教育节目的广告时段反复播放。 这样的宣传不利于孩子们成长为 善于辩论和分析以及有独立思想的个人, 这会让他们不去考虑信息本身的质量, 结果就是, 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植入了某些观点。 因此, 你可以试着多引导孩子去思考, 为什么他们觉得一个新玩具会让他们更快乐? 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教你的孩子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 从而对抗广告商的推销目的。 另一种对抗宣传的有利策略是亲自挑战政客和企业的言论。 许多人只是想着远离政治, 拒绝投票, 因为他们不同意这个制度。 但还有另一种方式, 你可以写信给政客, 迫使他们用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对媒体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 你可以要求他们对某个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报道。 如果这些人和公司知道他们只能通过事实和诚信来说服人们, 他们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策略。 你也可以给公司写信, 质疑他们在产品宣传中声称的那些功效, 他们的回答方式很能说明问题, 他们是真的回答了你的问题, 还是只是给你发了更多的广告材料。 如果你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可能是时候把你的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好, 现在我们来对这本书的关键信息做一个总结。 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是宣传, 说服我们把钱花在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上, 投票给并不关心我们的政客, 或让我们的孩子买那些并非物有所值的玩具。 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识别宣传的中心策略, 并了解他们的运作原理来对抗这种欺骗。 好了, 安东尼·普拉卡尼斯和埃利奥特·阿伦森的宣传力,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 Zither Harp